大家好,我是Vivian 徐若萱 又到晚上来跟大家聊天的时间咯 我觉得生活中女生好忙 要谈恋爱,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 还要减肥,好忙哦 我来分享一下这个减肥的事情好了 前段时间很多人应该都有试过那个168减肥法 那我当然也有试过 但是这个对我,我比较难持续 因为168就是8个小时你可以吃东西 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所以三餐你要有一餐选择不吃 可是你要隔16个小时不能吃 所以你不是skip掉早餐 就是skip掉晚餐 那因为我生活就是要快乐 所以晚上有时候跟家人吃饭 或跟先生吃饭或跟姐妹吃饭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快乐元素来源 所以我不能skip掉这一块 所以就只有早餐 所以我当时就实施了168是早餐我不吃 我大概中午12点1点才吃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持续很久 因为我就胃食到逆流了 因为我早上起来又喜欢喝咖啡 所以我空腹喝咖啡 然后再加上运动 好像不太合适 所以呢你们要实施减肥法 一定要找适合自己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用都是有用的 对我这种很爱吃东西的人 很爱喝咖啡的人 中午前又喜欢运动跑步的人 我好像不太行 我没有吃一点东西去跑步 有时候觉得自己会头晕 所以你们每个人要看自己的体质 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式 那最近因为我快要发专辑了 所以我又回到歌手的岗位上 歌手的岗位上就是要我非常好的线条 以及非常好的体力 所以我又开始进入减肥的阶段 但是我这次想到的这个方法 很想跟你们分享 因为我在这个减肥的过程 我很快乐 我想到了一个妙招 减肥绝对不要孤单的一个人减 因为十六八就是孤单的一个人减 减肥一定要约姐妹一起减 于是我就想了这个方法 我找了五个姐妹 你想把减肥 你想把减肥 一个一个问 他们就想 想就说好 我们就约定一个时间 我们这次是约七月八号 我们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七月八号 所有的人都站上体重机 量体重 然后拍照传上来 我们开了一个聊天室 然后我是班长 每一个月必须瘦一公斤 等于八月八号要瘦一公斤 九月八号要再瘦一公斤 十月八号要再瘦一公斤 我们这一个计划只有三个月 够了 我们觉得下三公斤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到十月八号的时候 必须要下三公斤 没有下到三公斤的人 哦对 要玩这个游戏的人 每个人要缴一千块 然后填在我这里 因为到最后 成功减肥 瘦的要瘦下三公斤的人 就可以拿走这五千块 如果三个人都做到了 就是除以三 如果五个人都做到了 就是每个人 把自己的一千块拿走 没有做到的人 不但损失了一千块 在十月八号那一天 必须在东区的星巴克 穿上三太子的衣服 肚兜我们会处理 然后头上绑两根 那个三太子的头发 然后手上拿糖葫芦 见到人就要问 你要吃吗 然后要排队在那边帮我们买 另外四个人买星巴克 那因为我们传了一张 三太子的照片 那个聊天室的照片 就是一张三太子的照片 那所以我们每一天 早中晚吃什么东西 都要诚实地拍照片丢上来 那所以有些 因为其实一个月瘦一公斤 不是很难 其实是很健康慢慢地瘦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吃得过分了 接下来的三天 你就要有一点对自己负责 稍微就吃得比较清淡一点 少一点淀粉 然后不要喝酒 因为酒跟淀粉甜食 是最容易胖的 那我们就变成 姐妹们互相监督 如果成功了有奖 然后如果偷懒了有罚 然后这个罚 因为大家都非常地害怕 因为没有人想要扮三太子在东区 所以目前我们进行得不错 我们每一个月要瘦一公斤 这是一个健康的瘦身顺序 但是如果你这个月真的没有瘦到 那你后面两个月就必须瘦三公斤 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 都要站上体重机全裸 因为每个人衣服重量不一样 所以每一次要全裸 那个才会准 然后排体重机 然后跟你的脚趾头上来 要确定是你的脚 不能骗人 所以目前为止 我们7月8号开始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瘦了 而且瘦得很快乐 因为我们常在聊天室里面 就会互相亏对方 然后看别人吃的食物 不然就身边的人会帮忙 他如果在吃一些很 不应该吃的零食 旁边就会有人拍照丢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姐妹们一起互相独处 然后一个很快乐 有人陪你的一个 很棒的减肥法 试试吗 要不要加入我们三太子的行列 我觉得你们可以 跟自己的姐妹 或者是家人一起去 想要变得更健康 想要变得更有线条的人 你们可以一起去 开一个这样子的聊天室 但是那个惩罚 必须是大家都 很不愿意做的事情 才有用哦 当然因为三太子 我有两个姐妹 本来想要参加 一天要三太子 她们就退出了 我觉得 那你根本就没有很想解码 如果你有这个决心的话 你根本不会扮三太子 你还怕什么呢 对不对 我早中晚三餐都有吃 因为我觉得早上 不能空腹 因为我要喝咖啡 我要运动 所以呢 我会吃一口东西 比如说一口芭蕾 或一片小黄瓜 或者是一颗水煮蛋 一颗水煮蛋对我来讲 是量比较大的 因为水煮蛋还蛮大颗的 我的一片小黄瓜是那种 大概十块钱硬币 这样子 因为我就别空腹就好了 我们要把胃缩小 就是小鸟味 每次都吃到饱 你就会胃一直称大 你会有很高的需求跟欲望 所以我们就是不饿了 吃一口进去 不饿了就好了 我刚刚有提过 晚餐对我很重要 因为大部分的人 白天都要上班啊 所以晚餐才有机会 大家相聚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跟朋友们 家人姐妹的聚会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绝对不会选择晚餐 可是我晚餐淀粉几乎不吃哦 我的淀粉如果要吃 我会在中午吃 所以我们的菜要够 蛋白质要够 因为我们女生呢 鸡肉量要够 如果不够就很容易受伤 可能你拿个包包啊 或弯腰做个什么事情 都很可能就不小心受伤 那就是因为你的鸡肉不够 那所以呢 我们要多吃一些 蛋白质的东西 然后青菜 这些你吃到饱也不会胖的 所有胖的东西都是 有糖饮料 淀粉 所以要减肥的时候 请不要喝有糖饮料 跟请不要吃零食 你可以准备没有调味的坚果 因为坚果是好油 当你真的受不了 你想要吃零嘴的时候 你可以吃几颗坚果 因为至少它是好 对你身体是好的 所以我的早餐 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 中餐我就会 可能吃一点点淀粉 但是是好的淀粉哦 比如说地瓜这些东西 那忍不住的时候 可以吃一两口淀粉 比如说朋友点意大利面 我真的超想吃的 我觉得一口不会怎么样 哇那面包好香哦 一口不会怎么样 但是一口有分小口大口中口 我指的是小口哦 所以大概我分享的减肥的事情 要注意的几个重点就是这里 沙拉 沙拉其实可以弄得蛮好吃的 只是你前面的准备功夫要长一点 因为就不会只有生菜那么无聊 你可能可以放一些松子 然后切一点水煮蛋切片 然后再放一些 就是让它看起来颜色很丰富 切一点红椒 香菇 玉米粒 Lady finger 秋葵 或者是节瓜 其实有好多东西放上去 颜色也很漂亮 然后吃起来心情也很好的东西 可以煎一片鲑鱼放在上面 然后最后再淋那种 不能淋那个法式的那种 美奶汁的那种酱哦 叫和风的 醋啊 芝麻的那种 比较不会胖的那种酱 啊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要分享 你可以干煎那个节瓜 还有干煎香菇 完全不用放油 你如果真的要放油 你就放一滴橄榄油 因为橄榄油对身体是好的 人也不能完全没有油 然后就撒一点点盐巴 跟一点点胡椒 非常好吃 如果你觉得小黄瓜没味道的话 有时候我是一天小黄瓜 一天就是一片香菇 然后第三天我就是一片节瓜 第四天我可能会吃优格 无糖的优格 对反正你要换 其实很多东西习惯就好了 对久了你就会慢慢习惯了 OK 然后久了以后 你看到别人大口大口 在吃淀粉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哪 你怎么可以把面粉 都这样子吞进去 然后这样要跑很久 肚子会很大 我现在讲的是我要工作期间 我不工作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会放纵自己一下 但是我后面一定要想办法 让自己健康回来 有时候有线条是自己看得高兴 不一定是为了谁 是为了自己的健康 然后让自己可以穿更多漂亮的衣服 身体变得更轻盈的时候 精神也会变得更好哦 好了 很晚了肚子饿了吗 喝点水 吃两颗坚果就去睡觉了哦 零食柜关起来 泡面不能吃哦 有空的时候可以把你家的泡面 转过来看一下 那些红烧牛肉面的卡路里 都是超过1000的 然后清淡一点的也有个四五百 你知道四五百要跑多久吗 跑步机上面要跑两个小时哦 一到两个小时 有时候真的很想吃泡面的时候 别人吃很瘦很瘦 很有本钱吃的人 你就跟他要一口来 满足你的欲望就可以了 乖 去睡觉咯 我也要睡了 我好饿哦 不我不饿我不饿 我喝一点水就可以了 OK 晚安我爱你们哦 祝你们每个人都漂漂亮亮 瘦身成功 明镜与点点栏目